今天717是我一个大日子 我不好方便说 这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日子 你们忘了 今天是个很重要的日子 是我人生中一个最重要的日子 我是昨天晚上是 这个感情上很受纠结 但是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今天的直播呢 我是心情是带有很 带有这种 很纪念性的感觉吧 很纪念性的感觉 还有一个就是感触也特别深 我们将开启一个爆料革命的 新的军事爆料的新篇章 从来没有过 如果看过爆料革命的人 你们一定平住呼吸 盯住文斌的团队 将带领他所有全球的军事专家 和参加过军事爆料的人一起 这个所有的军事材料 是我们的战友冒着生命的危险 全家的生命的危险 无偿的给了爆料革命的 这个七哥对他们所有的做出 表示衷心的感谢 永远不会忘记 永远不会忘记 而且呢我们是第一部分 先放出来这一部分 第二部分 是我们原来海军的潜水艇的战友 给我们的 海军的潜水艇的战友 全家已经都出来了 但是他们家人也还为此付出代价 也是终生的感谢 第三部分 我们会放出来 共产党的 整个的是所谓的空军部队 整个空军的 全部的细节 所以说我们是三批 第一批先让文斌 文斌已经和澳喜农场 雅典娜农场 秘密翻译组 以及整个的杨帆农场 还有整个的这个文斌的农场 他们都已经全面在进行中 都在准备中 请大家高度关注 记住每张纸 都可以帮助台湾人民安全 每张纸 每张图 每个信息 都会让美国和欧洲看到中共 不是今年 不是去年 你看到他一直以来准备好的 就是要称霸世界 从这里 你也可以验证3F计划 搞弱搞乱搞死美国 蓝金黄计划 它一定会有的 因为很多技术设备 全是来自于西方 你会看到共产党 对西方的威胁和渗透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7月17号是个伟大的日子